《75香港經濟日報》 社交網帳戶互聯孔被盜資料 2015年7月10日互聯網加A20社交平台上的個人狀況更新 想補及用戶打架訊息 都是黑黑寄予的敏感資料 中大研究發現 八個主流社交網站存在安全流動 用戶約貪方便 用一個社交平台帳戶通行所有應用程式 隨時要犧牲大量個人私隱 安裝處程式遊戲不應連結 FB中文大學信息工程學系副教授劉永昌及其研究生測試 十二個主流社交網站 發現八個存在安全流動 但未有詳細透露名單 用戶可造的 指示信靠可信靠的應用程式 以港人常用的Facebook為例 再安裝及使用其他應用程式 尤其時 不應一併連結到 FB 獨立性如強 安全係數如高 現時 熱門社交網站如 FB Instagram Twitter及微博等 都廣泛採用開放授權認證系統 而 此認證系統容易被黑客傳取 假扮某些能取得教歌授權的超級應用程式 蝕取數以億計社交網站用戶的個人資料 流表示 有關流動的出現 是因為社交平台缺乏把關 而用戶彈指監就其所有授權 令黑客有機可乘 若黑客得請 受害的不但是社交平台用戶 還有用戶的朋友 以及應用程式開發商 因黑客可利用應用程式身份 在用戶生活時報上圖鴉 向朋友傳送可以連結 損害程式聲譽 流指 去年在國際黑客大會及網絡安全學術會議上發表相關研究 引起各社交平台關注 現時部分平台已修正相關流動 而它亦開發了自動檢測軟件 獲中大20萬元總子基金 未來希望可申請政府創新科技基金 令所有程式開發者可檢測它們的軟件 提高安全性